中間那一年,你去了哪裡? 我入了醫院 我這個電影是會有一個狀態 你必須要投入,必須要代入到人物 或者裡面所說的,種種的所有事情 情緒是很困難或者很消耗一個故事的狀態 寫這個故事是2013年的事 看很多新聞,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關於精神康復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很想寫一個故事 用電影去呈現一些我們平日看不到的 或者聽不到的一些聲音 我們很警醒的是要保持一個 故事行先 然後我們盡量去將羅他需要的東西 曾先生是在Good Take的時候認識的 我記得那時候他跟我說他打算推我 他看到他很不喜歡拍那麼辛苦的東西 但是他拿了個稿上飛機 他一口氣就看完了 然後他下飛機的時候就決定要做 這件事是我很感激的 不只是一個我們寫出來的戲劇 而是我們真的這個故事 背負著很多真的人真的故事 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做訪談的時候 很大部分是以前有精神病 或情緒病的人 醫生 社工 社工 也有一些相干相大 譬如智偉是火車司機 沒有理由去訪問一些中港火車司機 其實最後的故事有很多創作 都是來自一些真的故事 我欠缺經驗就是一定的了 這是我第一個長片 我有的只是一個很徹底的執著和麻煩 重新用一個更加批判 或者更加嚴肅的目光去看 很多我們習慣了的事 其實我們會不會能夠做更多 會不會有一些事 其實我們做得不好我們不知道 又或者會不會有很多 我自己很痛恨的事 其實我們有份一起造成的呢 你走啊 是你 是沒有人 是有夫所欠缺